這個我現在有時我隨時分享的時候 我都會跟現在正在打劍的十多歲的年輕人 只是努力不會贏人,是嗎? 我的天運常住很簡單 我矮,我瘦 我一定要知道你的圖案 舉個例,萊哥,你打我的拳 你打,即是打 有些人會怎樣呢? 我們練完劍之後就有奇蹟了 每個人都是保隸高手內功大師 蒸發出來的 這件衣服有煙出的 這個人超級大傻子 這些球你都不想叫龍門,你怎樣都吧? 老友,你真是你懂得用導航嗎? 現在我們開始要準備下一部份的工作了 體育TAT這麼多嘉賓 主持人來光又這麼有江湖地位 一定要訂閱吧 那時候都叫做年輕人 最初就想玩的 然後過了一堂、半堂之後 發現不對勁了 你眼光差 那個你又選這個,這個又選我 你有沒有搞錯你? 我那天跟自己說 我下定決心,我給自己半年時間 半年之後,我要贏了你們所有人 我要教練你知道你沒有選我 其實你有一點點走眼光 走眼光 這個我這樣說 心底一句不是的 你不選我,你是錯 但是你跟自己定了一個目標 那你要去尋求目標 那你就要用方法 每個星期只有星期六早上兩個小時 不夠的 大家都兩個小時不會夠的 不會贏人的 是的,那我會做什麼呢? 這個我現在有時我出街分享的時候 我都會跟現在打劍的十多歲的年輕人說 我說,你在家裡沒有對手 你在家裡不會多一把劍跟你打的 不要緊 你家裡一定有棍狀問題 那時候我就拿了媽媽的地拖棍 住廉宗屋 在一個騎樓那裡有些難行的 就放著地拖棍在那裡 綁住在椅子上 為什麼呢? 我們做一些劍擊的動作 很困難的 如果你不綁住它兩邊 就不知道會飛到那邊 不會的,只是練 我們劍擊的動作叫防守還擊 就是人家進攻的力,我打開那把劍,我刺人 我到今天這些都是躲起來做的 到今天這些都是很好時間 就是那時候真的天天在練 是的 這裏又要講一個很有趣的 熟能生巧 一個很有趣的笑話 被我媽媽罵的 我媽媽都未知的 現在地拖棍你拆完出來 你要還原的 不是他找不到東西拖地 這樣就憑你 有一天我媽媽就慘了 因為以前的地拖棍 不像現在的,是拖棍了 現在是膠 這次是木棍 很容易 然後就凸凸凸凸的 做什麼 我不知道,你知道地拖棍 不知道是不是跌落地 但其實是被我坑到 坑到花了 坑到花了,起了次了 沒錯 跟自己定了一個半年的承諾 我又贏了 我最終做不到 為什麼呢? 我三個月之後就打下了力 困了困了困了 知道了 開始慢慢一路一路 就是我打劍的事業這樣建立 但有一件事 任何運動員都有所謂的天分 和有所謂的長處 你覺得你的天分和長處在哪裏 你贏人當然有 你不會只是努力 只是努力不會贏人 是不是? 我的天分長處很簡單 我矮,我瘦 其實為什麼呢? 其實如果大家少少知道劍擊 或者可以看看照片 有件金屬背秀 我打一個叫花劍 攻擊範圍就是一個金屬背秀 我現在是比我以前 我想飛了30磅左右 你想到我那天瘦到多瘦 其實是等於一張紙 我們經常說 打劍本來的目標就這樣對著你 我知道打側的時候 其實機關槍也打我不死 瘦到這麼瘦 你說笑吧 我想我的長處是甚麼 我想我的長處是 我們中國人都有的東西 就是我們靈活 和我們的腦筋可能轉得快點 這個其實是為甚麼 大家看到我們現在香港劍擊運動 發展得很好 我們女子重劍世界排名第一 江銘韋 我們男子花劍團體 我們現在這個奧運的週期 我們是世界排名前二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們也有張家朗 我們這些男子花劍的運動員 世界排第七 其實中國也好 韓國也好 日本也好 我打劍的年代就很簡單 歐洲人壟斷 美國佬都沒有的 這個是歐洲傳統項目 我常常怎樣比較 就是等於我們中國的武術 或者冰冰球 或者冰冰球 歐洲人打冰冰球 打冰冰球 武術 你便是二線 我們那時候劍擊便是二線 但今天很多的劍擊項目 我是看到感動 為甚麼我這樣說 就是我們劍擊 通常我們的決賽叫前八名 前八名裏面通常就是 四支歐洲隊 可能中間撈支美國隊 另外四支是亞洲人 中日韓香港 是 這個也證明了 其實這個運動很適合我們亞洲人 我們那個時間 我想我比較特別少少 和一般劍擊的運動員不同 就是我那個時間的反應 是真的和很多人不同 是 我們其實覺得 劍擊其實等於一個搏擊的運動 有些圖案的事情是會做的 舉個例子我一拳打過來 通常會不擋 或者閃 我不擋 我亦都不閃 是 我是會躲在你 瘋你 瘋你 我這個叫反攻動作 我很多時機就是這些反攻 在那時候大家都 覺得很奇怪 在那時候 再加上我剛才提過 我真的小小和瘦 對於外國人來說 我是一個很小的打擊 很薄很小 你要落到劍擊到我 是有難的 打側就刺不到 經常都說 機關抽數不中 但是劍擊 在運動來說 被稱為運動的足企 是 我們叫做 physical chest 是 運動的足企 意思是你用的腦筋是用很多的 是 體能當然重要 但你沒有腦就不用打了 是否真的這樣 絕對是 是一個體力的足企 為什麼這樣說 大家懂得做的動作都是一樣的 是 我們怎樣把這些動作去拿到分 首先就是你那個動作的完成度 是一個最基本的 是 即是做到動作出來 有這樣的速度 有這樣的力量 第二樣的就是 我們是要在場上去了解對手 是 我一定要知道你的pattern 舉個例子 來哥你打我一拳 是 你即是打我一拳 有些人會怎樣 譬如我傑傑 我會這樣擋開他 是 然後打我 有些人不是的 你打我一拳 我會這樣擋你的 是 我們要了解這些pattern 下次來哥你打我 原來我是很喜歡這樣擋你的 你可以是 這樣避開我 是 好了 我知道來哥做這件事 其實我們這個 來哥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 第二意圖 你的第二 你的習慣就是這樣擋我 但你的第二意圖就是要引我這個防守出來避我 是 那我就要有我第三意圖 我第三意圖就是什麼 來哥你來 我扮這個 是 你轉了過來 跟著拍 其實中間就有很多這些鬥志鬥力的東西 是 亦都要看大家的反應 體能很重要 是 很多人經常覺得 打劍戲很輕鬆 嘩 我看過他們訓練 因為我很早跟他們 跟很多劍擊隊的訓練 我就知道 哇 大佬辛苦到 不得了 聞到那股臭暈 隔三條街都走 真是 還要背著那件衣服 對呀 背著那件衣服 我真的很害怕 他們那股臭味 我經常跟朋友說 其實我們中國有四個字 很對 舉重弱輕 一些很辛苦的東西 你看起來很輕鬆 只不過就是怎樣 他根本的體能是厲害的 我經常都說 你不要說話 打劍蹲在那裡 待會蹲在那裡 看兩分鐘新聞 看你腳鎮沒有 我們從早上打到晚 還有那些標部 對呀 很多 我們的公布 我們的前後退後 還有以前的衣服 沒有那麼漂亮 很厚的 我的衣服其實是什麼 我的衣服就是做美彈衣的物料 為什麼呢 就是劍斷了 不會那麼容易刺到你 基本上 你的衣服 刀仔就這樣戒 戒不爛 那時候又不漂亮 很重 現在不是又輕又薄 你們三個打一瓶吹走 以前不是的 以前沒得說 還有我們劍激館那裡 我們長期冷氣到14度 是 我們練完劍之後 就有奇境了 個個都是武林高手 內功大師 蒸發出來的 衣服有煙出 所以這些奇境 我記得很多 你見很多 講到我們訓練 我們在銀禧 或者在香港體育學院訓練 不夠的 你們有一段時間 去了歐洲訓練 是 那時候歐洲訓練 很難的 錢又少 黑苦 那時候大概是87年 87年剛開始 那時候銀行體育中心 開始我們叫掌學金運動員計劃 大家都見到 原來我們香港人 是有potential 更上一層樓 當然我們80年代 我們的target 就是亞運會拿獎牌 但是他們都知道 一定要全職訓練 我們那天是全職訓練 去到歐洲 沒有什麼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巴黎集訓 我住的酒店 是不安靜的 小間 不是 是在頂樓 那些巴黎很高 那些酒店是車 是的 我也住過 唯一你就可以坐在床上 坐直 那你一路向前走 是不行的 就是你的床 床尾斜下來 洗手間在外面 洗澡在外面 洗澡在外面 所有東西都在外面 沒所謂的 那天年輕 87年 20歲而已 其實是增廣見聞 還有些事情都很好笑 一會兒都可以和大家說 很多蝦的東西 好了 時間都差不多 下一集再和Ron 談完 餘下的劍擊生涯 還有怎樣拿 90年亞運會的獎牌等等 看一路TAT的朋友 要大家幫忙 看到下面有個紅色按鈕 訂閱 或訂閱 按一下 證明你支持我們 多謝